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回来本应该是一家荷家团圆的大喜事 和韩震接到久违见面的儿妻 表面上高兴 内心却心事重重 只见她一边开车 一边偷偷看手机 照着路口的红灯就冲了过去 幸亏夫驾驶她妻子王颖猛地一声提醒 红灯快停车 这韩震她猛然回过神来 下意识地死劲踩了一下刹车 车虽然刹住了 可已经冲出停车线好几米 在妻子惊魂问定的眼光里 韩震是尽力收回了心思 借口说自己太移动 走神了 体虚的妻子看了一眼后坐上熟睡的儿子 轻声说赶紧回家吧 可令妻子困惑的是 韩震并没有直接带娘俩回家 而是把车开到了一家高档酒店 韩震不好意思地陪着笑脸哄妻子说 早上家里突然漏水了 咱俩和儿子的卧室都成了雪莲洞了 只能先为一群娘俩住在这里了 妻子听了也只能同意 但还是说酒店毕竟不比家里方便 休整一晚 明天陪丈夫一起回家收拾一下 韩震一边从车上卸行李 一边趁妻子不注意 偷偷打开手机上连接着家里的摄像头 只见一位年轻女子正盘着腿 歪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 这个画面让韩震感觉太阳穴猛跳 后怕不已 这位小姑奶奶果然在家 幸亏没直接拉妻儿回家 要不然这两个女人一见面非打起来不可 现在家里的这个女人是谁呢 她的存在 为什么会让韩震不敢带妻儿回家呢 原来她就是韩震的情人唐莉莉 由于妻儿长期待在国外 韩震就瞒着妻子包养起了情人 可是韩震包养情人已经很过分了 现在妻儿都回国了 韩震怎么还能允许情人住在家里呢 接下来韩震又会怎么在这两个女人中周旋 这唐莉莉原本是公司领导 给韩震安排的助理 两个人的情人关系已经维持了一年多了 起初韩震对这种地下关系还比较谨慎 但久而久之胆子大了 她常常把唐莉莉带回家偷情 这唐莉莉呢 虽然明知韩震有家事 但感觉这娘俩 长期在国外根本干涉不到他们 所以她也敢旁若无人地住进韩震家 可是地下情终究不敢见光 在得知妻儿临时决定回国探亲的时候 韩震第一反应就是做情人的工作 让她赶紧搬走 最近不要再来了 这样唐莉莉可很不舒服啊 正是还没回来 韩震就着急把她扫地出门 把她当什么了 所以啊 唐莉莉把韩震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不但毫不理会 反而来得更加频繁了 眼见气而归系临近 可情人丝毫没有挪窝让位的意思 韩震焦虑地询问情人 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肯走 唐莉莉把早就想好的要求是脱口而出 我租的房子已经退了 从你这里搬出去 没地儿住 你得给我买套房子 这房本一天不到手 我就一天不走 大不了等你老婆回来 看谁吃不了兜着走 韩震是毫无准备 不想同意 可是身为韩震助理的唐莉莉 对韩震进行的收入情况 那是很清楚的 他知道 韩震是有能力给他买套房子的 韩震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 闹出事来 几番讨价还交后 终于满足了唐莉莉的要求 在市郊的一个小区 给他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赶在切尔回来之前 把房本交到了唐莉莉的手里 就在韩震以为 终于安抚好了情人 尝出一口气时 他突然收到了唐莉莉 给他发的信息 与他在家里见面 可让人想不通的是 唐莉莉已经如愿拿到了房子 为什么又要求和韩震见面 唐莉莉究竟有什么目的 韩震能否顺利摆脱 唐莉莉的纠缠 韩震的婚外情又是否被妻子发现 不知道情人这狐狸卖的什么药 韩震是坐立不安 根本没心思跟妻儿好好的亲热 好在娘俩一路上是舟车劳顿 没有察觉到她的异常 很快都睡着了 韩震看着酒店床上熟睡的母子 虽然36岁的妻子 眼角已经有了细纹 但妻子刚才对自己的关切 还有儿子兴高采烈 喊爸爸的声音 甚至眼下 这熟睡的娘俩 呼吸起伏的样子 都让韩震感受到了 久违的踏实 这才是家的感觉 虽然妻儿出国的这两年多来 自己因为寂寞而出轨 也确实在偷情中感受到了刺激 可这偷来的欢愉 远不及一家三口的团聚 来得幸福踏实 所以他决定 马上回家 跟情人摊牌 跟他断绝关系 拿定主意后 韩震一边往家赶 一边从监控上观察唐莉莉 眼下这个年轻女子 正像尊大佛一样 稳坐在家里 这就是传说中的 请神容易 送神难啊 一进门 他就气急败坏地指着唐莉莉说 房子给你买了 房本也拿到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只见沙发上的唐莉莉 放下手中的零食 用余光撇了眼韩震 不仅不慢地说 房子只是让我有了个住的地方 我赔了你一年多 你说分手就分手 不应该补偿我吗 十万块钱 你给我 我走人 眼见情人终于露出了 贪心不足的嘴脸 韩震只感觉热血上头 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就在两个人僵持的时候 门口咣当一声一响 把韩震吓了一跳 韩震慌忙回头 却发现 门口站着的 竟然是自己的妻子王颖 原来啊 韩震离开酒店的时候 妻子就醒了 他以为韩震 要回家收拾漏水的房间 所以想回来 给丈夫搭把手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丈夫竟然在家里 藏了一个女人 两个人争吵了内容 被王颖听了个一清二楚 就在韩震不知所措的时候 妻子王颖愤怒地冲上前 对着唐莉莉猛地一推 毫无防备的情人 被掀翻在地 妻子还不解气 按住唐莉莉 又是几个巴掌 边打边骂说 你个坏女人 让你破坏我的家庭 韩震指的上前阻拦 也被妻子劈头盖脸 打了好几巴掌 趁王颖打韩震时 唐莉莉慌忙从地上爬起来 一边往门口走 一边回头对着王颖说 把钱给我 我就把这个男人还给你 说完扬长而去 嚣张又贪心的第三者 把王颖气炸了 他转身指着丈夫说 我明天就带儿子回去 成全你们 韩震回来是想解决情人 迎回妻子的 可不成 却适得其反 这可把韩震急坏了 情景之下 他一把拽住妻子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挽留妻子说 老婆我错了 我不该出轨 更不该瞒你 可你在国外这么忙 我是真不忍心 再给你心里添堵啊 韩震的话 戳中了妻子 王颖的软肋 这两年 他是忙 忙儿子的血液 忙儿子的身体 可忙来忙去 竟然把家给忙散了 眼下 王颖是真后悔的 不该出国 不应该离家 那么当初到底是什么 非走不可的理由 让王颖 撇下丈夫 带孩子出国了呢 为了儿子 王颖选择出国 不料王颖刚走 韩震的身边 就出现了一个人 招了一个年轻 漂亮 惠蓝式的女助理 助理唐莉莉 对韩震体贴有加 二人逐渐突破底线 成为了情人 微醺和激情退去后 韩震意识到 自己犯了大错 清醒后 韩震悔不当初 想要和唐莉莉了断 却发现请神容易 送神难 人才两空的第三者 正在播出 原来呀 韩震和妻子王颖 是大学同学 两个人闭了业就结婚了 一年多后就有了儿子 但儿子免疫系统有缺陷 尤其是换季的时候 稍不留神就会生病 连壳带喘好几个月 非常的痛苦 孩子大一些的时候 在国外的姑姑就建议说 不如让孩子到国外来上学 这里不仅有更好的医疗条件 而且呀 气候常年温热 可以让孩子免受 换季生病的困扰 办签证也容易 出国求学 能让儿子身体少受点苦 两口子自然愿意 但把一个年幼需要照顾的孩子 全然托付给姑姑 还是让人放心不下 于是呀 韩震两口子 思来想去 决定妻子王颖 陪儿子一起出国 没想到 由于水土的原因 身体胶弱的儿子 一出去就病倒了 这妻子王颖 忙着照顾儿子 当儿子好一些了 又开始紧锣密鼓地半入学 忙得是脚不沾地 纵然对丈夫很是牵挂 也只能抽空象征性地问候一下 再加上 为了避免儿子旧病复发 两年多来 一直没回来 所以呀 妻子丝毫都没有发现 丈夫出轨的蛛丝马迹 韩震的心中十分清楚 当年妻子王颖 选择陪儿子出国 主要是为了儿子 妻子王颖也十分信任韩震 认为韩震不会做出格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韩震背叛妻子 和助理唐莉莉 发展成了情人关系呢 原来啊 今年38岁的韩震 是一家化妆品公司 研发部的技术骨干 专业水平很高 工作上也有热情 在实验室里 一炮就是一整天 但是这韩震 在待人接物上很欠缺 说话直 爱较真 经常得罪老客户 因此啊 老板就给韩震 招了一个年轻漂亮 会来式的女助理 专门协助韩震 对接客户 好让韩震能够安心搞研发 这个助理就是唐莉莉 而这唐莉莉呢 也不负所望 左右逢源 自打他来了 韩震负责的产品 订单也多了 提成翻了好几倍 那是唐莉莉给韩震 做助理的第三个月 韩震研发的一款产品爆火 被客户邀请参加庆功院 酒过三选 不擅长场合应酬的韩震 就借口出去抽烟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 房间里只剩下了客户和唐莉莉 只见客户正搂着唐莉莉上下其手 韩震见状 蒙得上前 对醉酒时代的客户说了句 太晚了 我们走了 酒一把拽过唐莉莉 夺门而出 再送唐莉莉回家在出租车上 韩震是强压怒火 忍不住信出说 你一个女孩 本人占便宜都不知道反抗吗 一点保护自己的意识都没有吗 谁承想 被韩震这么一说 一直闷头不语的谈力 突然哭了起来 而且是梨花带雨越哭越凶 他告诉韩震 老板安排他给韩震做助理 就是为了让他帮韩震 对接客户 给产品打开销路 免不了要替韩震参加各种应酬 这种被醉酒的客户 沾便宜的事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由于自己常常是醉酒回家 男朋友接受不了 已经跟他分手了 韩震这才知道 自己仗着技术好 不怕得罪客户 没想到这些客户关系 都是唐莉莉帮自己默默维护的 因此 韩震忍不住跟唐莉莉说 以后再有推托不掉的应酬 我陪你去 这韩震说到做到 平时轻易不参加应酬的他 开始经常陪同唐莉莉参加应酬了 同事们笑着说 韩震变成了助理的助理 这人精一样的唐莉莉 也很懂得回应 韩震这种特别的呵护 比如 他开始给韩震准备他亲手做的午饭 会在周末借口路过韩震家 以来取餐盒的名义 登门拜访 顺便帮助收拾一下 满桌满地的狼藉 把垃圾再带走 这种渗透到生活细节里的体贴 让韩震这个笨似时 却独居的男人是倍感温暖 妻子出国后 韩震凌乱的生活 因为有了唐莉莉的出现 逐渐回归了正轨 都说呀 女追男阁成杀 在这之后啊 唐莉莉略失了一点小手段 把这个在感情上 已经摇摆不定的男人 彻底收在了十六群下 那是一年前的一个周末晚上 唐莉莉敲开了韩震家的门 她借口说 在车上被客户纠缠 不敢让客户知道自己住在哪 灵机一动 报了韩震的地址 她要求韩震 让她进来躲一会儿 唐莉莉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妆容精致 衣着性感 眼神里充满着巧斗 她还特地准备了一瓶红酒 对于唐莉真实的来意 这韩震心知肚明 毒气已久的她 没能逃过温柔乡的诱惑 当晚两个人就发生了关系 当微醺和激情退去 韩震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韩震心里明白 自己是有家事的人 应该立即和唐莉莉断干净 可是唐莉莉却明显想和韩震 继续维持这种情人关系 韩震这才真正觉得 自己一步错 不步错 接下来韩震该怎么办 然而唐莉莉却明显 不想只与韩震 做一场露水夫妻 在她感觉到 韩震有意识疏远她之后 她是几次三番 在办公室里 当着同事的面 对韩震是眉来眼去 这让心虚的韩震 不禁直冒冷汗 办公室一共就这么几个人 唐莉莉如果表现得太过分 他们这种不正当的关系 大家很快就看出来了 于是韩震私下警告唐莉莉 工作时候 两个人就是主任和助理的关系 唐莉莉同意了 但她提出了一个交换的条件 下了班 两个人要经常像情侣一样交往 否则她就跟韩震的老婆摊牌 公开追求韩震 这韩震可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这下她才真正意识到 什么是一不错不不错 几次妻子打来电话的时候 她都想坦白 但是她实在怕失去妻子 每次都将这个念头压了下去 同时韩震也觉得 自己真不算是个男人 因为即便深爱着妻子 她竟然也难以拒绝 唐莉莉的温柔和妩媚 她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她想 等妻子回来的时候 自己再跟唐莉莉断了 好好弥补对妻子的亏欠 大不了再给唐莉莉一点补偿 让她走人 可韩震万万没有想到 唐莉莉胃口这么大 这么不好打发 竟然要房要钱 作为分手的条件 韩震一五一十地跟妻子交代完 看着妻子如同遭五雷轰顶一般 伤心欲绝的样子 她既心疼又感觉无地自容 她跪在妻子面前 痛哭流涕 甚至写下忏悔书和保证书 并承诺用自己的余生来赎罪 面对韩震的忏悔 妻子王衍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必须跟唐莉莉分得干干净净 同时要把给她买的房子要回来 唐莉莉拒绝归换房子 王衍一纸诉状将唐莉莉告上法庭 要求确认 韩震赠以唐莉房屋的行为是无效的 请除法院 判决返还 王衍能否要回这个房子 她和韩震的婚姻又将何去何从 人财量空的第三者正在播出 妻子没有立即表态 是否原谅她 只提出她必须跟唐莉莉分得干干净净 同时要把给她买的房子要回来 可是唐莉莉在电话里 听到韩震的要求 不屑了哼了一声说 要不是我在外舍身应酬 你能有那么多订单吗 能挣那么多钱吗 这房子和我要的那十万块钱 都是我应该得的 唐莉莉的回应 韩震并不意外 这唐莉莉做自己的情人这么久 从来是只要钱买这买那 从来也没有要求过韩震离婚娶她 这就说明她一早就清楚 从韩震这里根本得不到真心 现在着急拿钱走人 极有可能是令潘高枝了 面对唐莉莉嚣张的态度 王莹忍无可忍 王莹觉得自己身为妻子 竟然对第三者束手无策 难道法律也拿这个贪心不足的女人 没办法吗 于是在律师的建议下 王莹一指诉状将第三者 唐莉莉和丈夫韩震告上了法庭 要求确认韩震赠予唐莉莉房屋的行为 是无效的 请求法院判决返还 那么最终 丈夫韩震送出去的房子 王莹能要回来吗 这就是一道 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夫妻共同财产的 共同共有处分原则 有一句俗话叫 我负责赚钱养家 你负责貌美如花 这句美好的情话 阐释了夫妻财产共有 一个人挣钱 两个人花的道理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下列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 工资奖金 二 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 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 继承或赠予所得的财产 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 规定的除外 五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 也就是说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正得的工资 若无特别约定 依法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大额财产 如要处分 需经对方同意 在法案当中 经法院审理查明 韩正赠予情人 唐利利房子的行为 发生在他与妻子王颖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购房款是这个期间 所挣得的工资 应该属于夫妻双方的 共同财产 因此怎么花这笔钱 需要夫妻二人 共同来决定 然而 韩正却瞒着妻子 擅自处分了 共同的财产 购置房产 赠予情人 侵犯了妻子王颖的 合法权利 最终 法院判决 被告韩正 与被告唐利利利之间 对于房屋的赠予行为无效 被告唐利利名下的房屋 应当于判决生效后 实施内 予以返还 需要说明的是 法案发生在2018年 事实上 如果这个案件 发生在民发典实施之后 结局也不会改变 但是民发典 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略有变化 新增加的是 劳务报酬和投资的收益 我们再回到本案 这唐利利万万没有想到 韩正的妻子 会通过诉讼的方式 把自己名下的房子 要了回去 不仅盗嘴的鸭子飞了 判决出的宋达 将这场地下婚外恋 也彻底公之于众了 这唐利利贪婪 经历主义至上的嘴脸 公司是人尽皆知 她无法再在公司待下去了 只能提出了辞职 这场因壞情产生的纠纷 终于落下了帷幕 纠纷解决之后 家庭矛盾 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经过这场闹剧 韩正彻底看清了 昔日温柔的情人 在利利面前 可以跟自己翻脸 实在不值得留恋 他知道 要让妻子原谅自己 还需要时间 但他愿意竭尽全力地去弥补 恳请妻子 再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观众朋友们 再美好的婚姻 在柴米油盐里 也会有枯燥和平淡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 夫妻之间 有彼此忠诚的义务 这是以法律的方式 提醒夫妻双方 面对婚姻的平静 应当携手经营 努力找回相濡以沫的初心 婚外恋情 或许的确新鲜刺激 但以背弃家庭 背离道德的方式 追逐激情 收获的往往只是一个 竹篮打水的梦境 忠诚是婚姻幸福的基石 让每个已婚者 都能够成为 幸福婚姻的守护人 而未婚者 能够在人生的正轨上 收获专属自己的幸福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符号 再见 一个案件是夫妻没离婚 妻子却向丈夫索要孩子抚养费 另一个案子是离婚后 丈夫向前妻索要抚养费 前未要到还丢了孩子的抚养权 孩子本是夫妻爱的结晶 今天的两个案件 为何都是因为抚养孩子 闹得鸡犬不明呢 孩子该谁养 法律讲堂 下期